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宇军歌后张雨昕又一股装剧已杀青 男主演技却合成一枚法笔 虽说很多人认识张雨昕都是从王思聪前女友这一身份开始的 但在从网红向演员转型这条路上 她的成功却是无法复制的存在 从古早混血演网红女神 到现在古装现代装都能轻松驾驭的灵气演员 她也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 话说这两年以来 张雨昕上线的作品也不在少数 先是凭借琉璃中的魅控小天使玲珑一角出圈 让大家看到了她的演技 接着和诚意合作的与军歌热度持续曝光 尽管角色人设令人吐槽 但小姐姐的颜值和对于角色的塑造能力大家都有目共睹 除了古装剧外 张雨昕还和诚意主演了一部现代剧《南风之我意》 相信和大家见面的日子不会远了 最近张雨昕和刘学义主演的《夜色暗勇时》也在热播 这部现代题材的成年人推拉式爱情大戏也掀起了收视狂潮 小姐姐的现代造型可霸气可温柔 谁看了能不心动呢 在作品热播的同时 张雨昕也是在剧组勤奋努力的打工人 最近她和同梦时主演的仙侠剧《千秋令》已经官宣杀青 还晒出了她身穿白衣手捧花束的杀青照 让人不禁为之心动 《千秋令》讲述的是魔娇星主的女儿凤梨雪和正道 楷魔神少游因为重重误会相爱相杀 最后前嫌尽势,再度携手的故事 虽说正道头目爱上魔娇女头领的设定略显狗血 但这种瞬间就能拉满观众期待值的设定还是蛮火的 此前在官方释出的剧照中 混血缘的张雨昕身披白沙斗篷 尽显抑郁美人风格 眉间黑色魔娇花纹尽显神秘惊艳 让人不禁期待起正片来 剧中男主神少游的饰演者是同梦时 他虽然名气不高 出演过的作品却也为数不少 剧照中的同梦时一身白衣古装 乍一看还有几分少年侠客的意气风发 听到同梦时的名字也许很多人都不熟悉 但说到他在庆余年中饰演的五竹书却无人不知 五竹书在第一季中虽然戏份不多 却辨识度极高 演员也因为这一角色圈粉无数 看到同梦时的角若云奸月之间 相信很多网友都没有想到 明明是同样的古装角色 怎么有人能给观众带来如此强烈反差 庆余年的五竹书是绝顶高手 性情冷清却对范嫌有几分温情 角若云奸月中的世子容景也是个高冷男神 却完美粉碎了原著角色在观众心中滤镜 其实单从五官气质来看 同梦时也算一位英气帅哥 可能是因为肤色太过健康 没有小颜男主脸的精致 单看还能让观众觉得这是一位浓眉大眼的帅哥 和其他人同框却高下历险 而且小哥的演技发挥也并不稳定 无论从颜值还是演技来看 都和诚意的古装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也许就是世界的参差吧 与君哥后张宇希又一古装剧已杀青 男主演技却和诚意没法比 你期待这部剧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